提醒身边或家里头的人 如果说有在看抖音或是小红书的直播 跟着直播主想要买东西 一定要特别注意 最近网路上面这个肉松乳酪味的吐司面包 在团购跟直播网都很夯 有民众就跟风下单 没有想到因此挨罚 其实大家要知道 包含我们从国外回到台湾来 你都是不能够带肉制品 或是肉松类的产品的 那民众就要在网路上订了几百块的肉松吐司 结果吃上了五万块的罚款 口感讲的下下叫 这是网路团购现正最夯的中国肉松乳酪吐司 你也心动想要加一了吗 但要小心了 一旦你首氧下单就要吃罚单 看看团购商家一整面货品排成墙面 就知道有多少货运进台湾 甚至引起防检局注意 尽管真的很想长一口 为了防止非洲猪瘟扩散 通通打妹不可以卖 防疫检疫局表示 从去年十月五号到今年一月十五号 查气肉松乳酪吐司的违规就有十五件 两件已经开罚五万 其他还在行政调查 出国一趟想要塞爆行李箱 但小心回国入境时踩到红线 恐怕会得不偿失 旅客国境最常被查获违规的肉类商品 第一名就是火腿肠 第二名是肉松 尤其是来自泰国澳门的知名肉松弹卷 同样也遭到没收 要过年了想带点家乡味 腊肉腊肠也成为榜上名单 海关通常会透过X光扫描 物品有没有违规 现在也从网路下手 加上民众一同检举 这些肉制品通通被强制没收 防堵非洲猪瘟不遗余力 华日新闻红瑞林陈欣慈台北报道 哈喽我是林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